中文字幕 李宗盛 換肝對你姐姐帶來有什麼新啟示 換肝對我姐姐來說 她以前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因為經過這次等了很久 最後換肝後 她發現這個世界很多人 其實都好像有什麼需要 也有些有心人肯換肝出來 因為這次肝臟不能換 是多謝一位女士 她因為交通意外不在 而她把身體很多器官官出現 總共有六個人 我姐姐是其中一個 她一個人的肝其實不需要很大 女士把肝一分為二 帶給我姐姐 小的給了一個六歲的小妹妹 救了她兩個 我姐姐知道得到這個人的幫助 她也很感謝她們 她以前對社會的事都不太關心 現在她自從換肝之後 都知道她會更加珍惜生命 所以她現在多些做運動 以前少些教她 第二她也會很珍惜和家人相處 所以很多時候都讓我們去聊天 有時候說 你不要出來我去你家吃飯 第三她也很鼓勵身邊的朋友 要注意健康多些做身體檢查 變成她人也樂觀了 亦跟以前可能有時候人家有點脾氣 現在反而脾氣方面好了 因為知道自己 我們叫死過翻生 生命好像再次離開一樣 所以這次對我姐姐 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對我們家人也是 因為這件事我們大家團結了 因為為了姐姐做些事 為了小朋友做些事 在整個過程裏面 看到大家的動力很多 家庭的感覺更加好 因為平時以往大家都忙 一年見過三四次組織 中秋等 現在就會多些時間在一起 那你們家人 現在怎樣看器官捐贈呢 我們家人跟我姐姐一樣 比較少去注意到這方面 我哥哥 我弟弟 妹妹等等 以前都沒有做的 但現在知道器官捐贈 原來可以幫助人 可以重新延續生命的希望 他們都很支持 他們都會在這方面做些功夫 我都鼓勵他們登記 另外他們都知道 很多病人都需要別人去關心 因為在我姐姐入院期間 她都經常去探望他們 就像我姐姐出院 現在沒甚麼事 他們一有時間 都去醫院探望病人 因為有些還未等到 所以我家人對生命的價值 都更加有些改變 其實可以說 本來一件不太好的事 現在變得更加精彩 那你有甚麼方法 可以鼓勵更多人加入 加入是 喜倌捐贈這個運動 OK 剛才都說過 我家人 他們都知道這件事 以及登記了 我自己因為都做文車的工作 有些空餘時間 我都去衛生署 拿這些資料 這一張就叫做 生命因你再現之彩的單張 我身邊很多朋友 我也鼓勵登記 因為裏面現在是有張卡 即時登記了 就可以代身 那些資料寄回衛生署 即時可以登記了 有甚麼事的時候 有些人會得他幫助 我也帶了很多這些給我生命的朋友 希望很多的人可以做 我本身都是天主教徒 所以在教會 我也跟他們說多些 希望他們除了在宗教信仰 支持自己之外 也希望支持其他人 我自己都以身作則 我也有做的 我現在有一張 這樣的喜倌捐贈卡 有我自己的簽名 寫下少許資料 萬一我有甚麼事的時候 他們看到這張卡 他們就打給我家人 問我 問他們願不願意 我都把所有東西都捐出去 希望我的行動 可以影響其他人 我身邊的朋友 希望他們都可以 真的去參與 幫助更多病人 因為據我所知 在很多地方的朋友 都因為得不到他捐贈 到最後真的不幸離開 所以見到這種情況 我們都不開心 嗯 好 我們現在的訪問 就結束了 首先我們很感謝張先生 來接受我們這個訪問 我們亦都很希望有更多人 會做這個器官捐贈的運動 因為我們根據現在的數字 每日都有2000病人 需要接受器官捐贈的 但願意捐贈的人 就實在太少了 所以很多病人都因為這樣 不幸地去洗 我們做一次很希望 很多人都會很熱烈地 參加這個計劃 好 多謝張先生 是的 多謝你 邀請我們做訪問 希望我小小的呼籲 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參加血管捐贈運動 延續生命 多謝你 嗯